大家好,我是Hazoff,今天介紹一下打遊戲《Jongkear》的手袋 前面是《 Mystery Ranch》的《 Mission Duffo》,它是55L 還有一個40L和90L的版本 我之前打遊戲是用《Technical Tear》的75L 手袋,那個我都做了補充 我純粹是一個大袋,什麼都沒有,我都放了所有東西 我也有位置剩下,但那個就不太好 所以之後再去到處找,就看對了這個,那時候它是做半價 那時候這個是舊版,它2020年出了新版,就是有幾樣東西改善了 剛好改善了幾樣東西,就是我不喜歡舊版的東西 我等下再說一下那些東西 因為出新版,所以就做半價了 那我就不斷講一講袋,之後再做個試裝 袋呢,先說什麼,你可以前面這樣拿 這個,又或者它的肩膀帶,就是扣前後這兩個位置斜背的 又或者最後就是背包的雙帶 我平時當作背包的雙帶,所以另外的雙帶我就已經拆掉了 那先說這個,其實它是舒服的 就算裝了很多東西,因為你看到那個《 Thumbnail》 我的工具都不算少 裝了背包,其實店舖不算我太聚力的 那唯一呢,裝飾的時候當然要重的放底,輕的放高 因為它的肩膀帶位,跟這裡都有一段距離 那如果這些重東西放到,這個會有少少搖房的事 所以它新版做了,就是這裡再多條帶 就可以被你扣著這條帶,就把這個位置提高一點 那這樣背的話,就會少了那個上重搖房的東西 然後反轉,底部呢 底部一格 那頂部也會有一格 而中間呢,就有一個它叫做馬蹄形的大格 那開裡面呢,你可以看到剛才頂格和底格呢 就都有這塊布的 那它的新版呢,如果這塊布嫌妨著,就可以捲起來 那它後面就有一條帶拉出來,這樣綁住 這塊布就不會抖下來的 而裡面呢,就跟新版一樣的 就兩邊就網袋 而這塊布就兩個袋 好,現在先說一下另外一個它的閉嘴 就是這個馬蹄形的拉鏈 這個馬蹄形拉鏈呢,你見到它的底部呢 其實是窄了的 因爲它開了之後呢 其實它的底部是開不了最盡的 因爲它塞件Fest的話呢 其實是有點困難去塞的 那我之前就...這件AVS AVS是正常Fest都是這樣下去的 那我之前就要調轉頭塞才可以落到最底 如果這樣塞的話就比較難塞一點 那它新版呢,拉鏈就在旁邊的 整個可以平開的 那就會好很多了 那如果我正這樣塞下去呢 AVS幾大件,我下次就再說吧 但是你看其實都... 這裏有一個Harness,所以都蠻大件的 那如果我看到AVS塞到最底 這條拉鏈紮拉出來,其實是有點難拉的 這個位置 那所以... 為了容易點關掉這個東西呢 我就把AVS提高了一點 那我將我某些東西放在下面的 那我長短火就是放槍盒的 那如果我什麼槍袋不放槍盒呢 那我的短...即我的手槍呢 就會放到Holster裡放進去 那我平時腰帶就是... 兩個Map Houch 一個Dumb Houch Holster 那如果是淋滲東西呢,就是一對手套 這個BB Loader 那這個BB Loader 裝1000多飛左右 那我平時打一次Ulter也夠用的 那看看跟誰打吧 那如果有反而可以用濕浪彈的話 就放在BB濕浪彈 和震撼彈 就把這些比較重的東西放在下面這個格子 就放在下面這個格子 然後上來 那剛才旁邊的位置呢 我會放一些GAS 那正在前面這個位置呢 我會放頭盔 那頭盔通常我會把我的Goggle放在頭盔裡面 就是省些位置 然後把頭盔放在這個洞裡 那最近打遊戲就有帶豬爪 那整個豬爪我會放在上面的 那還有一點點位置 那接著它的新版就沒有帶來拿東西的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不加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一時如果真的 譬如你機械H1 Call 1 那它橫放就好一點的 那這個就很快就分享一下 我平時去大遊戲拿Gear幾多人 來吧